Yo!大家好!欢迎收看美丽大哲室的YouTube频道 我是Eric Dan,不是一粒蛋 时间过得很快,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第七集 那么今天的全民推荐这一集呢 我们就来到了东姑村一带的安科兄咕皮店 它的拉萨也是有放猪炸的哦 时间也不早了,我们就去尝试一下它的拉萨吧 全民推荐,带你体验,Let's go! 嗯,嗯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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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,嗯,嗯! 嗯,嗯! 嗯,嗯! 好 热腾腾的 Uncle Xion Special Laksa 终于上座啦 刚才我在这边等他们的 Laksa 的时候 他们的 Laksa 的香味一直 扑鼻而来 就让我越等越饿你知道吗 好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啦 现在就来尝试下它的 Laksa 咯 因为前面的几集呢 我们汤都是流到最后才喝嘛 所以这一集我就不要 我现在我就要尝试它的汤 嗯 它的汤从表面上就看起来很鲜艳 但喝起来就很入味 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而且因为这碗 Laksa 呢 它有餐了猪炸嘛 所以它的猪烧味也不会很重 所以它们配合得刚刚好 现在就来尝试下它的猪肉 它的猪肉很滑耶 因为通常我们是猪肉嘛 都是有一点粗道的感觉 可是它的猪肉很滑嫩 然后吃起来呢 嗯 猪烧味也不会很重 再一点加分 加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尝试它的猪肠粉啦 嗯 首先点一下Blajan 嗯 也是一样那么滑嫩 它的猪肉香很有嚼劲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猪肝啦 猪肝 嗯 猪肝 嗯 其实我本身啊 我不是很喜欢吃猪肝 而且是很少吃 可是我觉得它们的猪肝 不会让我觉得 呃 只想吃一次罢了 那我还想再次说第二次 就也是很有嚼劲 然后味道也是 蛮不错的 OK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猪腥啦 嗯 不错耶它的猪腥 就是它的口感很好 也不会说太硬 OK 那么讲到拉萨 一定少不了虾的 这里 Uncle兄拉萨的虾呢 它的虾 也是剥好壳的了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很很加分 我很喜欢剥好壳的虾 因为我就不用弄张自己的手去 把这个虾壳啦 所以首先还是一样 要点一下它的Blajan 嗯 它的虾很新鲜 没有冷藏味的味道 没有冷藏味的味道 非常好吃 嗯 它的米粉哦 不会烫到太绵 就很Q弹 加分 加分 嗯 嗯 它的Blajan呢 也不会说太辣 辣度可以给2分啊 吃起来呢 就酸酸辣辣的 感觉好像在吃同样这样 OK 今天很开心 能够采访到老板和老板娘 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两位帅哥好 美里大小四 美里全民 推荐拉萨两位帅哥的到来 谢谢你们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兰 OK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 在这个行业你们大概做了多少年呢 啊 这个行业哈 我开始做影视业 已经有30多年了哦 两公婆跟我阿兰 阿兰几十年都配合我 一直在背后 一直默默的支持我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我的顾客 一路来的支持 OK 那么来到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想要问下你们啊 你们觉得要看哪一点 才能够觉得 那一个拉萨是好吃的 主要它的汤头 那些料 那些要新鲜 那么来到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哎 你们想要对美里大小四的观众们 想说一点什么 哈啰 安哥兄就是希望美里大小四 安哥兄的顾客 土著顾客 还是一路一路 几十年来 一直一直支持着我安哥兄 谢谢谢谢我亲爱的顾客 我亲爱的土著顾客 谢谢两位的帅哥的到来 谢谢 那么谢谢老板和老板娘 那么精彩的分享啦 好啦 那么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啦 我们现在就去贴这张帅哥 在安哥兄的档口吧 Let's go OK 那么今天的全民推荐呢 就到这里啦 想看我们最后一集 去到哪里的话呢 记得留守着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 按赞分享留言 以及不要忘记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那么我们下一集见啦 拜拜